中共军队现异常信号 杜正 未必不会出来 蔡厄是将领 严纯沟 习近平新政 最高要求是活下去 习近平缺席重要峰会 政变恐怕随时发生 上任中纪委抓内鬼 习近平亲信抛金银案 中共新一届军委的人事变动 被认为是习近平握紧军权的标志 但11月2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军队与武警部队在学习二十大精神时表态称 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以及要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 其中的异常信号引发关注 时评人杜正在上报发文说 中共往往是缺什么就喊什么口号 党媒这次报道 是否意味军队真的缺少对习近平的忠诚 针对中共中央军委 二日印发 关于深化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的若干意见 提到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更直接表明 听习主席指挥 对习主席负责 让习主席放心是新时代中共军队的鲜明特质 甚至是针对高层党委 高级干部提出具体要求 对此 杜正表示 这是习近平在要求军队高层战队 但这样反而令人质疑 军队究竟让习不放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习会这么不放心 是因为他感受到来自民间的威胁 杜正也特别点名 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周 杜正认为 彭在周在传递到海外的政纲文书中 提出类似已共灭共的思路 说要利用中共体制实质 翻转中共政权 实现民主宪政 彭在周的计划 包括了策动军队起义 而他也在宣传材料中呼吁全中国的军人与警察 针对彭在周在政纲中提到军队国家化 杜正认为 中共军队是专制政权中最封闭的地方 但却有可能深藏着不寻常的人物 因此 未必不会出来蔡厄是将领 这也是北京当权者最害怕的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反共人士开始更关注 以共灭共 策反军中将领 所以说 彭在周正好在习近平谋划武统台湾之际 触动了习长军最大的心病 日前 著名评论人士严成沟在其脸书专页发文指出 二十大后 习近平组了一个五大狼班子 换来国内外一片骂声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传媒和评论者 对这个班子投以好感 抱有期望 严成沟写道 事到如今 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已寿终正寝 民主国家再不会对中共抱有善良的愿望 习近平只好退回来 故守大陆这个基地 野蛮落实他的社会管控 让中国人听话 把共产党的专政进行到底 把一万人民绑在政府体制之下 没有单凭市场存活的空间 离开的政府活命都成了问题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也正是中共权贵家族有望长治久安的依据 虽然 统一台湾仍旧是不能放弃的话题 但相对于活下去 统一问题也退居次要未止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走五统之路 五统伤筋动骨 赢得希望渺茫 输得几率高 打一场必败的仗有何益处 与其冒险不如守城 把大陆江山好好经营下去 收割13亿韭菜已足够了 二十大没有为统一台湾定心调 只是老调重谈 为一个国家统一的空洞口号 让权贵家族现身危险境地 岂不是他们的初衷付诸东流 习近平会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台湾吗 我认为不会 统一不统一尚可讨论 唯有权贵家族的代价是不可讨论的 一言以必知 习近平的心证只有三个字 便是活下去 眼看活下去不容易 更要专注于此 所以一个看起来没什么大作为的班子 立足于应付危局 立足于管控社会 站在他的立场也是言之成礼的 外媒近日爆出 二十大后 中共领导人缺席了重要峰会 11月6日 联合国第27届气候峰会 COP27 在埃及 沙姆沙伊赫 拉开北幕 据传 有120位首脑出席 美国总统拜登 也在8日率代表团 包括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 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等疫情16人前往 然而 雅虎新闻报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执政者 中共领导人却被出席 外界对此 纷纷感到奇怪 表示 这与中共一贯 财狼色道的作风严重不符 外界分析 习近平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 但也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缺席的根本原因 是害怕国内随时会发生政变 此次峰会的主办国是埃及 华裔作家 政论家陈破空 在评论节目 《陈破空纵论天下》中说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 塞西是政变上台的军头 跟北京一些通过 不正当手段上台的领导人 如出一辙 可以说是 心心相惜 臭味相投 习近平缺席这次峰会 更多的恐怕是国内原因 习近平在怕 陈破空解释说 习近平怕的其中一个的因素是 虽然二十大后 一派独大 一人独裁的格局已形成 党务换届也已完成 但习近平担心 在明年三月要召开的 人大政协上的政务重组 会出现问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二十大上 前总书记胡锦涛 被驾离会场仪式 轰动海内外 甚至发酵至今 习近平对此坐立难安 因为外界大都认为 他的连任是胜之不虎 甚至是通过政变和舞弊 党内上下 包括红二代 太子党等 很多人表现出不支持 综上两点 陈破空说 习近平缺席的根本原因 是怕国内产生政变 自己权力难保 由此也可以看出 虽然习近平现在是 所谓大权在握 但中共内部仍然是水深火热 来自反旗派的威胁 也恐层出不穷 习近平亲信李希 在中共二十大接替赵乐际 掌管中纪委后 半个月内就抛出 王岐山掌权时 下属纪委官员的反旗案 有分析称 李希一上任 就抓中纪委救人 可能是奉旨 要给两任前中纪委书记 发出警告 不准要敲打王岐山 同时暗示赵乐际 无能或涉包庇 11月5日 中共官方通报 黑龙江省委巡视组 前副组长魏斌 遭开除党籍 多项罪名包括了 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时背离了两个维护 也就是没有做到 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官媒称 抨击反腐工作的魏斌 是退休近五年的纪检内轨 但官方并没有明说 魏斌是如何诋毁国家领导人 及抨击反腐工作的 11月7日 石兵人士岳山 在The Epoch Times 撰文表示 魏斌案有多个看点 其中一个是 矛头疑似指向 已经明显被剪群编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魏斌在王岐山反腐期间获得重用 成为省一级反腐干将 并在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那一年退休 他在黑龙江省委任职多年 无论是黑龙江省委或中纪委高层 可能都有靠山 王岐山曾被习近平打击江派为主的势力 创下了汉马功劳 但在十九大上退位 只担任充当礼仪角色的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的情况 自2020年起就很不妙 他的老友 退休房地产商 任志强 因批评习 而被以腐败等罪名 重判18年 跟随王岐山多年的中央巡视组 前副组长董红 今年1月也因受贿罪被判死缓 王岐山任职建设银行时的秘书 田惠宇 及担任财务大总管的范依菲 也分别在今年的10月11月被抓 被调查 被视为王岐山地盘的 海航集团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陈锋 也在去年被抓 《华尔街日报》近日则引述消息披露 王岐山的侄子姚庆 因为海航案被拘留调查 报道说 这是习对王的警告 岳山说 尽管卫兵问题出在他任职的王岐山时期 但在赵乐际担任中纪委时也没抓他 在习近平新建的新常委班子中 特别是新晋升者都是习的亲信 没有个性 只会执行习的指令 如今李熙一上任就抓中纪委救人 可能是奉旨要给两任前中纪委书记发出警告意味 不只要敲打王岐山 同时暗示赵乐际无能或设包庇 岳山分析说 虽然习的亲信 李强 蔡奇 丁薛祥和李熙新入常 但观察发现 在二十届常委中 新老常委之间似乎已有裂痕 甚至名争暗斗 习家军多在高调争功 仅于表现 看不上老常委 像北京官场又传闻称 习嫡系的蔡奇 看不起三姓家奴王沪宁 也不喜欢王沪宁的阴暗 也不喜欢王沪宁原先手下的那帮文人 因此 当内定蔡奇接班王沪宁之后 王的政治老巢 中央政策研究室人事大变动 王的郑岩市秘书长林尚利提早被调走 郑岩市主任 江金权则罕见没有晋升中央委员 岳山表示 前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曾深度卷入陕西千亿矿泉案 和秦岭维建别墅案 甚至在习六四批事后 才拆除秦岭维建别墅 这次李希上任后 马上抛出秦岭维反其内鬼 多少让赵乐际脸上无光